台湾行政院大陆事务委员会以及民航局宣布 两岸已经就M503航线延后实施达成共识 未来这条航线实际使用时 中国会向西移动6海里 另外三条也就是W121、122以及123东西向的航线 目前不起用也不实施 接下来请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 来介绍最新的发展 荣香这个新的宣布对两岸关系 有什么样的含义 那么美国政府对这个新的发展有什么样的评论 当中国民航局宣布将在3月5号 启动新航线的时候 引起了台湾政府的抗议 当时美国国务院对中国在台湾海峡的上空 划设新航线的安全问题也表示了关切 因此对于新的发展 也就是中国决定推迟启用台海上空的新航路 美国政府表示欢迎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国务院副发言人 马里哈夫怎么说 我们欢迎推迟实施新航路的决定 中国政府宣布将实施这个新航路时 引发两岸关系的紧张 我们再一次敦促中国 跟受到提议中的台海上空新航路影响的相关各方接触 并进行协商 确保对这些航路的担忧得到充分的缓解 美国政府表示支持两岸通过对话解决问题 今年1月中国民航局宣布 为了缓解中国东南沿海上空的航路 过于拥挤将启用台海上空四条新航线 不过台湾政府提出抗议说 认为这对台湾的飞航安全有严重的影响 不接受中国再没有与台湾协商 就自行宣布启用新航路的决定 明镜